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音十六章曾对我们说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平安和力量 一位长期受到父亲因酗酒而家暴 并且被母亲遗弃的女士 她对婚姻有无比的恐惧和失望 后来却遇到了一个出身自完美家庭的男士猛烈的追求 这个改变了这位女士对成家的戒心 你认为她是否就此得着了幸福了呢 没有想到 这却是她受到二度伤害的开始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除了有我刘弟兄以外呢 我们还请到了党约翰夫妇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党约翰弟兄你好啊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党太太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里面 我就想问一问你们两位哪一位先得救的呢 是我 我先得救的 党太太先得救 那要不要先说说你们得救的故事呢 好啊 我得救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 我是生在一个婚姻破裂的家庭 十个月我母亲就离开我了 所以从小曾祖母 叔叔伯伯家 轮流住 过这样的生活这样长大的 所以在我成长过程这样不幸的遭遇 让我对人生 很有一种逐渐 所以当我成长的时候 我就抱定了一种想法说 我一定不要结婚 也不要重蹈我父母的这个路 就是说你畏惧婚姻 是 畏惧这种不合的家庭 是是 那你的母亲为什么离开你们的家庭呢 因为我父亲从小父母重大的 所以他一直花天酒地啊 然后整天认识都是过着烂醉如你的生活 所以你的母亲非常失望 对母亲非常失望 那既然这样你怎么会又进到这个家庭呢 对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自己的家庭背景让我觉得有一个阴影 结果当我跟我先生认识的时候呢 我先生他却有一个完美的家 又是一个很幸福的家 是这样的 很吸引我 我跟我先生交往过程 不但是他追我 甚至于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一起关心我 这样 对 我爸爸都传授我几招怎么样来追他 那妈妈呢 妈妈也是非常关心 还要到他工作的场所 去看看这个女孩子到底怎么样啊 了解他的情形 是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美法设计师嘛 收入各方面又很不错 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就觉得可以自给自主 对对 自给自主 想过一个独生的生活了 对啊 当我看到他们这个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家的观念在我的脑海里面 又燃起一股的希望 是 那就因为他爸爸妈妈这样子的关心 我就很放心的就嫁到他们家了 婚姻生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但却不知道说 一个被父母呵护惯的孩子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一直要人家照顾的 所以另外一个婚姻的危机 又从那个时候又开始了 因为我先生 父母一直呵护他 所以呢 他大学毕业以后 没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暂时就开计程车 没想到因为父母照顾惯了 结果这样自有的工作呢 以致他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哇就堕落到 这个黑暗的深渊 他不但会赌啊 上酒家啊 种种种种 甚至于到最后 借款借到信用卡公司 让我真的是啊 整个对婚姻的那个希望 都已经破灭了 可是怎么办 我那时候已经生了我的大女儿 还好就是唯一我公公 他很帮助我 在我先生钱都不拿回家的时候 就是生活越来越糟 我公公他靠的他的唯一的积蓄 他帮助我照顾了两个孩子 你有两个孩子 对 当我先生越走越糟的时候 我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那后来没办法上班 也在家里从事美法的工作 后来是在家里 对对后来在家里 就公公每天啊 从老远的跑来 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也是我那个时候 精神很大的支柱 当我对我的先生 实在是最绝望的时候啊 是我娘家的婶婶 他告诉我说 你这样子人生 你没有盼望 你的先生凭你没有办法 结果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 你的婶婶是基督徒吗 对他基督徒 他认识了神 起初我也是觉得说 我有两次这样的人生的背景 我觉得说人都不可靠 我要靠我自己 可是第二次 我要这样的失败以后 当我婶婶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试着接触神 在我心里深处 真的是多了一份力量 我就开始接触到教会里面 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就是居然有基督徒朋友来看我 是我不认识的 经过我们沟通了解了以后 才知道原来他是从我先生那边 然后经由他告诉他们以后 他辗转来关心我 来看我的 所以这让我非常的讶异 这真是非常特别 那我就想问约翰兄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我也要讲一点我的故事 就如同我太太刚提过的 我从小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长大的 父母对我呵护的无微不至 甚至于把我的一切的人生的一些规划 都规划好了 比如说我还没结婚 就已经为我预备了一栋房子 准备结婚用的 这么好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觉得我这对父母 是对我非常的爱护的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因为工作的关系非常的自由 所以就认识了一些 不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就带我去赌博 甚至于花田酒地去 这些经历都是我从来没有的经验 所以也深深的吸引我 当然我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后果是什么情形 但是因为我这个路不浮出 朋友就教我怎么样去申请信用卡 甚至于到地下钱庄去借钱 所以我的经济就面临了非常大的危机 甚至于我根本就没办法 把钱拿回家养活我这一家 后来我就是债务累累 信用卡公司也来逼债 地下钱庄也是半夜来逼债 甚至于来工作的地方骚扰 当初都是我太太帮我还债 但是这个债是越积越多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只有向我爸爸求援 我父亲也帮我忙 甚至于把他退休金都帮我还债 父亲把退休金都帮你还债 是是那是蛮大笔的一笔钱 因为我太太还有爸都帮我还这个钱 所以我就不觉得痛痒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根本就没有得到教训 哎呀约翰弟兄听你讲到这里 这个过程真是不简单 是 落在这种的境遇里实在是不容易 约翰弟兄 当你这样恶制化的生活 一直下去的时候 是 那你都没有感觉吗 我是那时候是感觉非常痛苦 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天天过日子 就是日复一日的在循环 是恶制化在循环 所以你那时候的考虑 还是只是想解决钱的问题 并没有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没错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债务妻子 爸爸都帮我还了 所以我就没有得到很大的教训 也没有感觉 但是有一件事情 最让我伤痛的是 就从小非常爱我的父亲 竟然劝我的太太跟我离婚 因为他们认为 他已经人尽一致 都帮我一切的忙 但是我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的父亲来建议 你的妻子要跟你离婚 是的 这件事情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后来也办妥了离婚手续 所以到这个点 是我痛苦万分的 不仅离婚 我父亲还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的父亲 我叫他他根本就不看我 我太太也不理我 甚至于我的小孩 都有那种感觉 一点也不轻 他们也不理我 所以让我痛苦万分 当然我在我工作的单位 知道我这个情况 每个人都非常怕我 跟他们借钱 所以都尽鬼神而远之 都没有一个人来理我 就没有真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我在工作的时候 一位基督徒来找我们办公室的 另外一位基督徒 他就关心到我 我就把我的情形跟他讲了 从那次开始以后 这位基督徒带来另外一个基督徒 常常来看我 来鼓励我 来安慰我 那他也知道我已经离婚 无家可归 就住在办公室里 所以他们也顾到我的营养 所以他们经常都带着奶粉 营养不平来看我 他们也关心我已经离婚的妻子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才来看党太太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到家里来 是因为我先生认识 因为他们关心我先生 所以他们也关心我 他们更关心我们这个家 可是那时候是你们已经离婚了 对 所以在我对我先生 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们常常来到我的家里 来陪我 来鼓励我 他认为说神的爱 是永不止息的 鼓励我 还是要给他希望 给他机会 甚至于常常请我们去吃饭 然后他知道说 我那时候跟我先生 根本没有联络 所以请我去 去到那里我才知道 原来他也请了我的先生 不但如此 他这样请我们去用饭 居然有好多基督徒 也在家里这样的聚集 那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聚集 也因为这样子 把我和我先生 已经冰冷的那种关系 慢慢的拉近 实在是看见神的爱 在他们的身上的一个显出 本来我对我的丈夫 真的是毫无希望 在我们人乡 真的是不抱有一线的希望 可是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信心 让我愿意跨出一步 再试着去接纳他 后来我的先生 也因为这样子受尽了 他也成了基督徒 因着在神的家里 这样的生活 我确实也看见他身上 有改变 他那些朋友 慢慢他就远离了 也不再去涉足于那种 深色场所 最重要的是 他愿意多一点时间 关心孩子 这是他以前都做不到的事情 让我觉得说 这个神 真的是又振又活的 而且他原先太自由的工作 让他松散 结果神也在环境里面 也帮他安排了 另外一份新的工作 这样他的工作 比较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上下班 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时间就不像以前 那么凌乱和自由 对对对 所以因着这样子 他这个人 外面也被约束了 因着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在一起 认识神的话 所以这个人 真的就里外都有了改变 因着正常的生活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一起 到基督徒的家里面 有这样聚集 有唱诗 有读经 有祷告 这种生活 让我觉得说 是世上任何的娱乐 都比不上的 所以这让我们觉得 实在在神的家里 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因着这样子 常常跟弟兄姐妹 来在一起 我确信 我信这位神 他真的是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就有把握 这一生 不是建立在 我们人的爱的上面 而是有这位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做把握 不错 虽然这个家 已经破碎过了 因着靠着这位神 我有信心 我们这个家 可以完全 只要在他面前 这个婚姻 可以继续下去 你现在有这个信心 来接纳你的丈夫了 对 原来你对你丈夫 完全是失望的 是 那党弟兄 那你后来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就借着这个基督徒 来鼓励安慰 因为我也过了 正常的教会生活 那你怎么脱离 那些朋友的呢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正常 然后因着这些关心 我的弟兄姊妹 邀约我到他们家去 这个用饭 读经祷告 而且跟我这个 已经离婚的妻子 一同到弟兄姊妹家里 用饭 读经 有祷告 还有交通一些事情 彼此关怀 因着跟弟兄姊妹 很喜乐的这样聚集 也让我体会了 我必须要关心我的小孩 还关心我父亲 对我的帮助 那更是能体恤 因着我 在外面的福祝 非为 带给我太太的苦难 我必须要去 关心她 照顾她 对 也就是我先生 有这样的心 表现出来 所以我才决定 要重新接纳她 也因着 有许多弟兄姊妹 这样子的关心 也因着神的爱 在我们身上 所以呢 我跟我先生 虽然已经离了婚 可是到最后 我们又再复合了 真的 那你们是 隔了多久 再复合了 我们隔了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的变化 可真大 是的 看起来你们现在 过得好幸福的样子 是 对 你们两位都很喜乐 是 我还要讲一件事 就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母亲 在我结婚的时候 她本来要来看我 可是那个时候 我里面蛮了恨 因为恨她 她从小没有照顾我 没有养育我 所以我恨她 我不愿意见她 我拒绝了她 但是呢 当我认识这位神以后呢 神的爱就充满我 让我有那个能力 让我能够去爱她 所以当她后来来找我的时候 我接受了她 所以现在呢 我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母亲 我们又相聚了 然后常常能够来在一起 彼此的关心 这是我觉得神带给我 最大的力量 在我这一生中 我父母的家庭 带给我的伤害 以及我自己的家庭 带给我这样二度的伤害 都是因着神的爱 主耶稣的恩 叫我今天能够再度挽回 我自己的家庭 能够再接纳我的母亲 实在是神的恩典 在我身上 我真是在这里能说 我真是满了喜乐 满了感谢这位神 听了你们两位的见证 我里面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受感动 我们的人生 真的有好多 伤害我们的情形 但是今天借到 党约翰弟兄 跟李蒙恩姊妹 这对夫妇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我们这样的分享 我们真是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感谢主 今天我们能在这边做见证 真是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好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听到这样感人的见证以后 相信我们的心 都有一种的共鸣 那我们就知道 神不仅是爱我们的神 神也设立了一个 施恩的宝座 让我们能够从 神施恩的宝座 得着神 这样的恩典和怜悯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了 主耶稣的救恩 实在是太奇妙了 他可以在这样的景况里 拯救了这个家 他们因着 接受了主耶稣 改变了他们之间的问题 改变了他们的家 甚至 让这位女士 因着神的爱和恩 使她能够重新接纳了 遗弃她多年的母亲 恢复 修补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